小心,这些食物是肝脏的隐形杀手 热爱美食的你不得不防 肝脏,我们的生命化工厂 守护着解毒、代谢和能量储存的使命 其健康状态直接关联着我们的生命质量 然而,有些食物却如同肝脏的隐形敌人 悄无声息地侵蚀着它的健康 今天,让我们一起揭开这四种对肝脏伤害L较大的食物真相 即使在爱,也要学会控制 1.高脂食物肝脏的隐形负担 想象一下,你的肝脏正努力处理着那些烧烤和炸鸡的脂肪 但它们却像无形的石头一样压在它的肩上 长期的高脂饮食不仅让肝脏肥胖 还可能引发肝炎、肝损伤 甚至是非酒精性脂肪肝 持续下去,肝硬化和肝癌的阴影将逐渐逼近 2.生烟海鲜,肝脏的潜在威胁 生烟海鲜可能携带着甲肝病毒和肝吸虫 这些不速之客会在你的胆道里安加 增加肠梗阻、肝硬化和黄胆的风险 广东省的居民们 你们的生烟习惯可能正悄悄增加着感染肝吸虫的风险 3.腌制食品、肝癌的隐形推手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腌菜与肝癌的发生有着密切的联系 亚硝案 这种在许多腌菜中减出的成分 长期大量摄入会损伤肝脏细胞 影响肝脏功能、增加患肝癌的几率 减少腌菜的摄入是保护肝脏健康的重要一步 4.高糖食物、肝脏的甜蜜负担 哈佛大学的研究揭示了含糖饮料与肝癌风险之间的惊人联系 每天一杯含糖饮料 女性患肝癌的风险增加了85% 慢性肝病的死亡风险增加了68% 糖分转化为脂肪堆积在肝脏里 增加了肝损伤或肝癌的风险 为了我们的肝脏健康 让我们从今天开始 对这些食物说不或至少少 记住 健康的饮食习惯是守护肝脏 享受美好生活的基石 张先生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 生活节奏快 压力大 饮食习惯也不算太健康 某天 他突然感到右上腹隐隐作痛 起初他并不在意 直到不是敢逐渐加重 皮肤也开始泛黄 去医院检查后 他被确诊为早期肝硬化 医生告诉他除了酒精 他的饮食习惯也可能是导致肝脏恶化的罪魁祸首 听到医生的诊断 张先生懊悔不已 他没想到 日常生活中看似无害的几种食物 竟然能如此严重的损伤他的肝脏 很多人认为肝脏强大到可以抵抗一切毒素 甚至认为只有长期酗酒才会导致肝病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 肝脏是人体的解毒工厂 他每天都在默默承担着过滤体内毒素的任务 但有些食物长期摄入后肝脏可能不堪重负 甚至加速肝硬化的发生 医生指出以下四种食物可能是肝脏的隐形杀手 第一种油炸食品隐形的脂肪炸弹 油炸食品是很多人难以抗拒的美味 但它也是肝脏的隐形杀手 油炸食物富含大量的饱和脂肪和反噬脂肪 这些脂肪很难被身体代谢 进入体内后会增加肝脏的负担 长期食用油炸食品会导致脂肪肝的形成 而脂肪肝如果不加以控制 可能会进一步发展成肝纤维化 甚至肝硬化 医生经常遇到那些喜欢吃油炸食品的患者 他们大多抱怨自己体重难以控制 体检时也常常发现脂肪肝的征兆 肝脏就像一座忙碌的工厂 当过多的脂肪涌入时 他不得不加班加点处理这些多余的脂肪 结果却是损伤了自己 很多患者在被确诊为脂肪肝时都感到震惊 因为他们从未意识到 这些食物对肝脏的危害如此之大 第二种精致糖甜蜜的毒药 糖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 但过量的精致糖摄入可能对肝脏造成严重伤害 过多的糖分会转化为脂肪 储存在肝脏中导致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发生 长期摄入高糖饮食肝脏最终无法承受这些负担 可能会引发肝硬化甚至增加肝癌的风险 有些患者在门诊时常常表示自己并不喝酒 觉得肝脏应该是健康的 因此当被诊断出肝病时 他们往往感到困惑 他们不知道的是过量的甜饮料 蛋糕 饼干等高糖食物 同样会导致肝脏的脂肪堆积 进而造成损伤 医生提醒 糖虽然是生活中的甜蜜享受 但是过量摄入却可能是肝脏的致命一击 第三种加工肉制品肝脏的沉重负担 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 在现代生活中十分常见 尤其是在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 然而 这类食物富含防腐剂、亚硝酸盐和其他添加剂 这些物质进入体内后会增加肝脏的解毒负担 肝脏需要不断分解这些有害物质 而长期摄入这类加工制品 可能会导致肝细胞受损 增加肝纤维化的风险 许多患者在日常饮食中喜欢方便快捷的加工肉制品 尤其是在忙碌的日子里 他们往往忽略了这些食品对健康的潜在危害 医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一些看似健康的年轻人 肝脏却已经出现了病变 当被追问饮食习惯时 他们才意识到自己过度依赖加工食品的严重性 第四种 酒精 肝脏的头号敌人 酒精对肝脏的危害几乎是众所周知的 长期饮酒会导致酒精性脂肪肝 继而发展为酒精性肝炎 最终可能导致肝硬化和肝癌 酒精进入体内后 绝大部分都需要肝脏来代谢 长期大量饮酒会使肝细胞不断受损 肝组织逐渐纤维化 最终导致肝功能衰减 医生在门诊中遇到不少喜欢喝酒的患者 他们往往以为只要不酗酒 偶尔喝点酒对身体无害 然而 酒精的危害具有累积效应 任何量的酒精都会对肝脏产生负担 尤其是那些将饮酒作为日常习惯的人 肝脏在不知不觉中已经遭受了不可逆的损伤 医生的建议远离肝脏杀手 保护生命支援 肝脏是我们身体中唯一具有再生能力的器官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毫无限制地自我修复 长期摄入上述食物 肝脏的自我修复能力也会逐渐下降 最终导致肝病的发生 张先生的故事并非个例 事实上 很多人的肝病都是在日积月累的饮食习惯中发展起来的 医生建议平衡饮食 减少高脂肪 高糖和加工食品的摄入 尤其是戒酒 是保护肝脏健康的关键 我们每天的饮食选择都直接影响着肝脏的健康状况 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远离这些肝脏的隐形杀手 才能让肝脏继续为身体保驾护航 张先生在医生的指导下改变了自己的饮食和生活方式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 他的病情得到了控制 医生的警告让他意识到 健康的生活习惯才是预防疾病的根本 肝脏是我们身体中最重要的器官之一 他默默无闻地为我们过滤毒素 储存能量 分解脂肪 保护它不仅是为了延长生命的长度 更是为了提高生活的质量